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公读圣马古福音。 那时候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他的门徒也跟随着他。 到了安息日,他便开始在会堂里教训人。 许多人听了,就惊讶说,他这一切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是谁给他的那样的智慧呢? 他的手竟然行出这样的神迹,这不是那个木匠吗? 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伯,若瑟,犹大,西满的哥哥吗? 他的妹妹们不是也都住在我们这里吗? 他们便对他起了反感。 耶稣对他们说,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本族和本家之外, 没有不受人尊敬的。 耶稣在那里不能行什么神迹,只给少数的几个病人护手,治好了他们。 他因他们的缺乏信心而感到达意, 于是就到周围各村庄,讲道去了。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基督我们对先知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基督当我们听到先知这个字,我们会想到什么? 比如说,如果你看英文字,拉丁文字,希腊文字也好, 基督还是希伯来文字,这个先知这个字,其实是跟华语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看华语字,先知,先,好像首先的先知到的字。 所以是说,一个先知会先知到一些东西, 但是如果你看英文字,它不是这个意思。 而我们每次,就算英文它们不是那个意思, 那些英文教育,它们对先知的影响还是一个能够告诉我们会发生什么东西。 现在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每一个先知,它们会讲到, 那对吗?他讲的东西是还没发生,他讲到才发生的。 其实先知不是这样,就是先知到,先知到什么? 那些先知的信息是谁。 我们想跟他的人民说的话。 如果你看每一个先知的书就业里面, 每提及的就是那些事情已经发生了的。 但是他们写的时候,那些事情已经发生。 他们已经可能受苦了。 所以那些先知写的就是要告诉他们 是因为你们犯了错 还是离开了天主 才会发生这样的事 会给他们一种 也是有一种安慰 因为他们以色列人在祝约当中 他们是忘记了他们的天主 天主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 到他们自己的圣地 后来他们就自己就参了其他的宗教 就忘记了他们自己的天主 所以天主说 你们竟然忘记了 你离开我 不是我离开你 所以现在发生什么事 你不要怪我 我们有时候会问 为什么天主这样做 但是我们自己可能有一点困难 有些可能生活中有一点挑战 我们就怪天主 但是我想一下 我们每一个人做自己的决定 旧约当中 以色列人他们做自己的决定 说我们要一个国王 虽然天主是他们的王 他们还是说不要 我有一个王 每一个先知跟他们说 你们已经犯错了 你们要回改 要回到天国之路 他们还是拒绝 读经义 你看到很清楚 你不要在这里 你去其他地方 所以当到耶稣的时代 也许有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全部当耶稣 是一位先知 不是摩西亚 因为他们 在他们脑海里 摩西亚是怎么样的 要从这个主来的 要这样那样的 会有一直 条件一二三四 这个就是摩西亚 他们讲得很清楚 这不是牧将吗 这个母亲我们认识的 她弟弟全部我们认识的 她妹妹我们认识的 她自己也是我们认识的 可能以前在一起玩游戏的 而且他们就是拒绝 因为他们用自己的眼光来看 如果他们能够用天主的眼光来看 他们肯定会看到 耶稣不是一位先知 他就是摩西亚 但是他们只是看到 这位只是摩西亚 来告诉我们天主的话 那就先知了 他可能可以行出一些神迹 以前有几个先知也是能够 阿利亚先知也是有行出神迹 二者客也是一样 所以他们就没有 无法看到 决定的是说 我们拒绝了你 其实我们 要讲现在 有先知吗 有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先知的这个责任 因为我们领洗的时候 我们已经 跟着耶稣的 这三个 就是王 如果我们就说 这是 忘记哪里 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 先知 我们的先知的责任 就是什么 不是说 我们每个人 就跟去 每个人就讲 你一定要听我讲 没有 先知的责任 就是 我们 知道 天主的话 我们知道 福音 所以我们的责任 就是出去 跟人家分享 就算每一个人 领洗 但是我们还可以决定 要听还是不听 领洗不等于 我们的信仰 很深 领洗 只是开启了 一个门 进入 其他的 圣事 要更 要加强 我们的信仰 还是要听 别人的 别人的 就是说 别人的讲道 不管神佛也好 修理也好 修事也好 你看外面 现在很多 这些 就算 平静图 也是 他们去读 读书了 还是能够 给很多讲座 为我们 这些就是 现在的心知 我们每个人 都是有这个责任 但是我们自己 也是需要 培育 我们愿意 不愿意 耶稣的时代 他们全部 拒绝他 因为他们说 我认识这个人 他怎么可能 他这些智慧 哪里来的 谁教他的 如果现在我们这样 这样做 我们也是拒绝了 天主的恩宠 不管那个人的身份 是什么 我们认识不认识 认识很久 但是 如果 圣神带领他 如果他是充满圣神 充满恩宠的人 他 他 讲的东西 是从天主来 不是由他来的 所以我们 也是要 打开我们心 接受 如果我们不谦卑 去听的话 我们也是 骄傲的走下去 走 自己要走的路 不是走 圣神带的路 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 一 我们每一个人 有这个先知的责任 二 别人也是有 要彼此 培育 彼此相爱 因为我们就是 朝圣者 如果我们不能 跟一个人行走的话 我们一个人走 也是会迷路 也是没有力量的 两个人 比较容易 所以就 祈求圣神 给我们力量 开启我们的 心 用天主的眼光 来看每一个人 能够看到他们 不只是一个教友 不只是一个弟兄姐妹 但是 也是一位先知 现在我们的 就只是一段短剧 一样 今天 Jesus 说过 being rejected as a prophet in his own country 现在 the problem the word prophet itself if you look at the word prophet because it doesn't really mean anything because we don't really know what old English Latin French which is more or less the original talks about prophet as being someone expounding or interpreting now the problem is when we think of prophet we 你认为人们说的未来 他们坐在那里 然后他们就觉得 什么会来到他们 然后他们可以说 什么会来到他们的 在十二十年的时间 因为那是不正确 那是不正确的 那是不正确的 但那种概念 comes because 的 Old Testament 因为你看到 所有的传统 他们似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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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什么 似义的 如果你不正确 但如果 你讨论 词语 你会发现 全都被写了 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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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写它 它是不正确 在这些词 词语 在中国 是其实 前识 你知识 一开始 你知识 一开始 你知识 你知识 一开始 但对 可能 因为 好语 优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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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知道 it first before the people that's what it means but it doesn't mean that it is to foretell the future it is to tell most importantly the word of God to the people now all of us have this responsibility it's not just people who are ordained prophets when we are Baptized we take on the role of priest, prophet and king of Christ so being a prophet we too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of 它 brings good news to everyone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baptized or whether they are lapsed or whatever it is it doesn't matter as long as the spirit drives us we become the spokesperson of God the choice is of course whether to reject or to accept just that other people become a prophet to us we can accept or reject the first reading tells us that they rejected the prophet don't prophesy here, go somewhere else gospel, his own people say we don't believe that you are a real prophet so we can reject or we can accept but if we reject is it because we are using our own eyes, our own prejudices and bias to tick off the boxes a prophet must be this, must be this, must be this but if you look at it from the eyes of God, all those doesn't matter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the person is handsome, pretty, rich or poor whatever they come from, it is God who chooses and so if we reject them we reject God so in being a prophet ourselves we too need to have openness of heart and using the mind and eyes of God to see that other people are prophets as well so that together we carry out this mission of God to bring the good news to everyone that we meet so that all of us can journey on this road together instead of going alone and in going together strengthen one another so that we will eventually come to the kingdom of God with all of us thank you amen yes